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一名外科医生 然后从最开始的青春懵懂 然后到最后成为了一名成熟的医生 你觉得这角色有什么相同点吗 相同点就是 这个太难了 相同点就是我们其实消化能力都还挺快的 不同点就是我觉得它比我更勇敢一些 接触到这个角色的契机是 就是演员紧就位的时候我认识了蒙姐嘛 然后她可能当时就觉得我比较适合这个角色吧 那你觉得自己是平均什么样的事啊 这个得问导演吧 这个真孔就能穿进去吗 这太小了吧 你看一下这个身体也说不几个大的 印象最深的是哪场戏 应该就是 杀青前最后一场戏 然后那个是在第一集的河里面洗澡那场 因为我们在海南拍的嘛 然后它有很多那种文昌鸡 然后它就一直在叫 然后当地一直喊卡 那个就拍了很多条 打赞最大的是哪场戏 应该也是这场 还有一场戏就是下暴雨 然后我是在天台上面 然后我就是这样仰着头 当时感觉都呼吸不了了 因为那个雨特别大 应该人家就是会说 在雨中如何拍的照片 或者拍的更漂亮的那张图 就是这些 老师姐姐是凌晨个落汤鸡 就是特别 就扒在脸上那个头发 目前有一些真情实感追忌的观众呼声 作为遗嘱有没有想反驳的 其实宁氏兄相当于就是她少年时期的一个白月光吧 我觉得宁氏兄肯定也在她的 深夜长的领域闪闪发光啊 所以我觉得不存在就是谁更优秀什么的 因为刘正我相信她也很优秀 我觉得她勇敢这一点就已经很棒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女主中年了完全没成长 还在哪里面出来有没有想法过的 多少还是成长了一些吧 这六年了 可以及时只一部分损了 好好说还是会稍微保留一些 不会像就是六年前就是完全付出那种 就是她希望得到回应了 这个我觉得事业和爱情不冲突 还是可以双丰收的 铁血男医生和元气女医生 铁血男医生追击元气女医生 目前还有很多代播剧网友期待都很高 作为主演会不会有压力 其实挺有压力的 因为其实我也因为这部戏可能也被更多的人认识知道了 然后我挺开心的 也不知道其他剧表现怎么样 反正所以压力还是挺大的 最期待下一部哪一部播呢 我都有挺期待 因为后面就是有一部古装戏 有一部现代戏 玉谷瑶和《我的人间烟火》 我觉得这两部戏的人设反差都还挺大的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昨天扫啰的时候还问呢 第一个挑战其实我们问题已经问完了 但是发现你穿着都没穿完 这个头感觉舔一下是吧 我进行第二个反差感大调查的问题 后面可以继续穿着或者是任何问题都行 好好好 揍死他了 可以的 弟弟有什么不能打的 我放弃了 我把它收起来了 就是肯定不会 因为那个就是还是 会权衡一下吧 冷静先思考一下 那个时候刚刚开始 所以 但是肯定会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王楚然肯定不会 但是我 我阮流症的一些行为我都会理解 会啊会啊 肯定是希望就是 完全是站在自己这边 或者是自己完全站在朋友那边 需要偏爱嘛 那如果就是闺蜜跟就是另外一个好朋友的吵架 然后你就怎么办 那肯定还是站闺蜜嘛 那闺蜜毕竟是闺蜜嘛 刘征被超市不好意思 改口叫师兄老公叫成老 师兄如果是王楚然会怎么叫呢 不会不会不会 有时候我有 就 就是感觉有一些称呼吧 你明白我 因为我还是相处会比较是 嗯 挺女的 但有时候也会 像那个刘征他前妻的时候就是 什么什么 让我来爱你 就是那个爱你都说不出来 就是爱护你 然后还是挺可爱的 刘征 如果我现在就是碰到很多粉丝呢 他们可能现在看了我常常会 就是 昨天 那听到了还是会 比较害羞吧 被领导要求加回 以拉黑微信的同事 如果是王楚然会怎么做 说加就像那不是气 很没有面子 是啊 那我肯定不会加 你要加加QQ吗 你要加加QQ吗 微信上会肯定不会再回来了 进去前把刘征精心准备的便当倒掉 刘征选择沉默 王楚然会怎么做 好传 就没有做饭这个技能 怎么连饭都不会做 那如果真的碰到你精心准备 或者买个便当 其实我觉得在那种情况下 还是上头肯定会很生气 会很伤心 可能会很伤心 但是也会听她解释 就像刘征他会为她找借口 说会不会是因为工作太忙了 什么的 其实我有时候也会吧 所以你不是会上前 程度上去去质问她 为什么会这样 刚开始可能会上头去质问她 但是后面也是会把火熄掉的那种 刘征为爱照顾宁志谦小孩 王楚然怎么看 我觉得她照顾宁响 她不是为了宁志谦吧 我觉得她是出于一个有善心的这样一个女孩 然后她有爱心又知道了宁响的她的身世 她心软了 所以她是一种母爱泛滥的那种感觉 刘征依旧获宁志谦破镜重圆 王楚然怎么看 那基本上不愧了 不愧之 再见 再见就再见了 那肯定就是这样 如果现在还没有去看剧的人 真的 那可能确实不会看 那我爱丽也没用了 已经快戴戒情了 那就可能需要宁老师出马了